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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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美女朋友 各位夥伴 大家早安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我們等七次的記者會 這個搶救大函 寶教行動良藍 從2016年11月22日到中游抗議開始的第87次 首先請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理事長葉思貴 為我們吹羅 今天的羅生應該是一個新的準備點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我們期待有權力的人可以幫我們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 葉理事長 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在這兩年多來我們搶救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一直都是覺得自己站在環境站在正義的一方 所以我們也看不出呢 三階為什麼會沒有替代方案 不過在整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發現到我們一直是有志男生 然後我們找不到窗口 包括和總統見過面了之後的許多的承諾 也都沒有辦法實際上呢 被理行 原來背後呢就是有獨裁的黑手在操控 那麼這次呢我們非常感謝詹順貴 詹前副署長 他把這次的環評過程呢 很清楚的說明出來 才讓我們了解到原來 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而是不准討論這個方案 藻礁不是沒有法規保護 而是他們不准去救他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開這場記者會 我們要對這個獨裁者呢 表達我們的不滿 那我們同時呢 也要跟國人報告 如果這個國家這是個民主國家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遠見 有開放的胸襟 來為國家創新局的 那麼這個絕對不是我們需要的人選 今天我們也很高興呢 請到了我們 反南鐵東一全縣自救聯合會的會長 也就是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的陳志祥老師 稍後我們會請他 來先對所謂的 所謂的精孫獨裁這部分呢 為大家做報告 那麼我們也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呢 要呼籲小英總統 你既然是一國之尊 你應該要蓋瓜承擔 你也曾經表達過 親自簽名寫過 藻礁永存 那麼這個政治誠信 你應該要免行 而實際上呢 就法令上來說 就有佔定自然地景 可以解這個危機 那麼我請小英總統呢 這個時候一定要有擔當 站出來 把過去的錯誤 蓋瓜承受下來 那麼首先呢 我就請 我們南鐵 反南鐵東一全縣自救聯合會的會長 也是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的陳志祥老師 先跟大家就精孫獨裁的部分 以他在南鐵東一案呢 向大家做一個深入的報告 來陳老師 謝謝 感謝各位 最近在選舉我們可以看得到 賴清德他頻頻出現在一些 不管是環境啊或人權的場合啊 然後呢 想要去把這個環保 人權民主的標籤往自己身上貼 但實際上面 我們從前他在台南市政府 以及行政院的一些作為呢 他是怎麼樣個性 那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舉幾個在台南的例子 那像是我們在台南去開一些行政程序的會議的時候 其實最常看到的場景就是大批的警察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老百姓呢 講話呢 超過三分鐘 他就會把你丟出去 直接弄警察把你架出去了 OK 然後甚至到後來開會的時候 老百姓都還沒有講話 警察就已經盯上了哪一些老百姓 可能會反對 就直接丟出去了 然後或者是他們就在門口 限制那一些會反對的老百姓 就不讓他們進場 進場是他們基本的人權 因為他們家要被掠奪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還可以弄警察在外面設路障 不讓你進去 那 他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還是有人在開會 那些人是怎樣 就是一些 他安排的假的居民 所以他這個人呢 是非常善於弄 弄一些方法去包裝出來 這個所謂的和平和諧的這種 這種景象的 OK 然後他甚至呢 會派警察去盯 那個反對的老百姓去跟監 然後如果有老百姓開店的話 人家在那邊做生意的時候呢 他會讓警察進去騷擾 去跟那個反對的居民講說 你現在在控制五個都行 這樣我來給你控制好了 那時候人家正在做生意 所以當然就是非常大的程度 造成了居民的恐慌 OK 那今天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最近有幾天我這樣談到就是說 不管是藻礁也好 或者是勞工法惡修也好 這後面呢 基本上面會這樣子 強行通過很大的一個 那個最頹破手就是賴清德 就是他獨裁的個性 其實我們相信 當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好也是難點的都市計畫的損益 那本來這個政府說要給我們行政聽證 但是後來呢 賴清德呢 直接就叫徐國勇說 那就多過吧 反正我們警察多 那所以賴清德的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當然可以理解說 蔡英文他用了一個這麼強勢獨裁的一個行政院長 應該也有很多苦衷跟難以駕馭之處 那我就先引一段 蔡英文總統他前一陣子 在六四三十週年的時候講了一段話 他說呢 他說一個國家文明與否 端視於政府怎麼樣對待人民 怎麼樣對待過去的錯誤 那我相信現在 蔡英文總統對於賴清德的 假掰的個性 這種獨裁的個性 應該也是感紅深受吧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現在 就期待 蔡英文總統 出來撥亂反正 現在是你真正應該要承擔起來的時候了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說你的行政院長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所以呢這些東西都是他的錯誤了 是你應該要出來承擔責任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蔡總統 能夠 能夠來 停止破壞藻礁 然後呢 把南鐵東移的這個案子 給他整個撤除掉 以及重修勞基法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老師 他是親身感受 他是苦煮 那賴清德呢 在南鐵東移案 是這個樣子 那麼在藻礁案是怎麼樣的 我們來請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陳昭倫博士 來為大家做說的 好 那個各位媒體大家長 剛剛 陳老師已經把 對於土地 那個 正義這一塊的 講得很清楚 其實在台南還有一個龍旗案 對 龍旗案 因為那個本來 我們有邀請 那個朋友的 這個 里長上來 來訴說 那一段他跟這個 大金子在當市長的時候 那些所說的很嚴重 但是 因為他本來有行程 但是他沒辦法到 那第三塊 其實就是 海湖的部分 OK 我們從土地 從山林 我們現在講到海 那 今天我們來談的 其實是大汗吵架 大汗吵架 在過去的兩年多來 我們提出了相當多的科學上的證據 OK 那其實從 2017年6月8號 世界海洋日一開始 我們發現 財丹鍋貝孔珊湖 這個一己保育類動物 在這個地方被找尋到以後 後來陸陸續續的 不管是裸胸筍的發現 不管是押忌獎的發現 到前幾天我們正式公布了 台灣把海豚出現在 大潭藻礁這樣的消息 這樣的所有的科學資料 只告訴我們一件知情 大潭藻礁它其實是海洋生物的保護 它是漁民很重要的漁場 跟維持這樣的經濟很重要的來源 所以等會 這個龐老師也會針對 第三天然氣候 蓋在大潭這個東西的所有的務用 那 其實從兩年前的世界海洋日 我們開始聚集了很多很多的這個 當地的志工 來為大潭指標來發聲 到今年的藍生物的空拍的景象 到2524在陶淵市政府抗暖化的空拍景象 一直到今年的6月8號世界海洋日 我一樣在那個地方 我們揪的人越來越多 有更多的人在關心這一塊 那很不幸的 那這樣的整個這樣的成果 受到藍色任務這樣的國際組織的政可 它變成是台灣 台灣唯一在整個東亞地區 能夠在Google上直接被找到的一個熱點 它已經幾乎是等於台灣海洋1001 你這樣點進去全世界的海洋 在台灣的大潭藻礁 辦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可是很可惜的 這樣的東西呢 竟然在賴清德變成了末期 他竟然把它宣布成叫做官堂換聲道這樣的案子 讓這個案子在團品的時候 就這樣被通過了 我們在這個同時也折損了一個非常好的夥伴 在參與政府裡面 共性了非常許久的詹律師 詹律師前幾天在他的文章裡面 他寫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有機會上去看 其實在整個跟政府協商的過程中 我們所有的科學家都參與其中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 我們非常懷念林全院長那個時代 林全院長在早期我們在跟他談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曾經進到行政院 新智跟林全院長會談了兩次 他以最大的成績來跟我們來談 我們希望提供更多的證據 讓這個我們的執政黨能夠對於大潭早教這一塊的了解 那以其中間我們提出相多的所謂替代方案 可是很可惜的 到賴清德執政了以後 這樣的溝通感到只有變成由上而下 命令式的要讓我們這些數據被消滅 甚至在一些所謂支持開發這些學者 這種在不同的這種場合的叫囂以後 那很可惜的 在公務部門的很多的單位 他們其實都非常願意溝通 那就像詹律師他在臉書上所寫的 詹徑德 他沒辦法讓這些所有公務部門的管道順善 為什麼 他非常阿拔的個性 就像剛才這個陳老師所講的 其實從他對於土地的爭議 對環境的爭議 這種阿拔的這種個性 其實造就了今天觀塘 飯十二號這樣的一個結果 也注定了一夜二世 就是為什麼民進黨會敗選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這樣子完全獨裁的個性 OK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其實孔看的陳老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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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隆起的案子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非常缺乏的 一個東西叫做環境的轉型爭議 OK 那台灣的周邊其實有非常豐富的這個海洋生態系 但是 我們的周邊的海域有太多太多海洋問題 我們都漠視它 我們都不想去看它 那 其實從 從過去到現在 像白海的問題 像漁工的問題 甚至最近美麗灣的事件 又要重新被燃起來 再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這種無窮無盡海洋 所碰到這樣的 這種問題 什麼時候 這個轉型爭議 才能夠 才能夠發生 我在很多的上課的場合 常常講說 台灣的環境 就像得一個得了癌磨的母親一樣 大家看看我從剪輯這些圖的一樣 如果我們都不去正視它 不去看它 執政者都不用一個很正視眼光去看台灣 這個養育2300萬子民的這些母親 它其實忍受台灣人的這樣的毒毒跟殘害 那 這個人是醫生 它號稱它是醫生 但是 對一個癌磨的母親的治療 它難道不懂嗎 它還要在上面再多插幾根刀 這東西其實是我們對它 沒辦法 放心 沒辦法把未來的政府交給它 更好笑的 就像剛剛陳老師所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政治上的 這個變色 那 它在6月10號的時候 它經過苗栗的時候 它就把苗栗的議題都拿出來講 它說 苗栗好光光 攜手護15 我的車隊正準備經過苗栗 講一大堆東西 它又消費了15一塊東西 結果呢 它經過桃園的時候 它講不出所謂 它只說 壯大台灣 桃園繼續行 那你寫什麼東西 這東西 它完全不去政治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懂我期待它講這句話 桃園好風光 攜手護大潭藻礁 我的車隊正在經過桃園 桃園的海岸好水 是一個孕育藻礁生態去最好的地方 其中 大潭藻礁就是一個最好的一段 在這裡 我要為大潭藻礁換生它的錯誤 政治來道歉 立即宣布大潭藻礁會保護區 我懂我希望它講這句話 這樣的政治變色龍 它怎麼去領導台灣走向的未來 那 今年 世界海洋日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性別於海 蔡英總統是台灣第一個女性總統 台灣一個最有履歷的總統 在世界海洋日的今天 國際在聯合國上面 所喊出來的 我們要正式履歷 在海洋的各種不同行業 所展現的這個力量 2013年 蔡英文總統 在大潭藻礁寫下的藻礁藻礁 在過去的兩年多來 他或許因為他的 他所執掌的任務是外交與國防 他無法對於內政多說一些話 但是我很期待 在未來的大選的日子裡面 蔡英總統能夠繼續來守護藻礁 讓台灣這一塊 屬於海洋101的這樣的一個亮點 能夠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謝謝 謝謝陳昭仁老師 他是在台灣各個地方去滅活的人 那麼政府呢 不重視海洋 只好靠這些學者到處呼籲 辛苦了這麼多年 現在還在為我們大潭藻礁 繼續奔波 謝謝 本來我們今天有邀請到 東海大學的特兵教授 林慧珍老師 他也是他們學校的研發長 他臨時接到會議通知非常重要 所以沒辦法過來 他的發言其實有在新聞稿裡面 那我覺得我帶他說一句話就好 他說 無法對大自然謙卑的人 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質疑 如果你對大自然無法謙卑 那台灣這樣的美麗的佛爾摩沙之島 你要把它帶向何方 那接下來不一樣是請我們 東海大學生科系的副教授 劉少倫博士 他要為大家來說明 我們希望小英 來救藻礁 那藻礁呢 其實是可以來護台灣的 來 感謝各位現場的美女朋友 來關心這件事情 那從我過去這兩年的研究裡面 那在翻篇了所有的國內外人線 其實在國外 他們把這樣子的一個大量的 超過一公里以上的這種膠體 他們就會把它定義成超級的聚焦 那以殼狀三五島為主的這樣子的膠體 在全世界不僅是國外罕見 那在國內是有這麼大延續面積 而且這麼完整的一個膠體的話 非常大的藻礁其實是在國內僅有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文獻 台灣過去很多的資訊 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恆春會有 其實恆春的是滑石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繼續進行藻礁 那桃園藻礁這個是一個 蓬勃發育的一個藻礁生態系統 那也因為我們過去這兩年的一個努力 以及在農委會 其實就像剛才陳照老師所提到的 其實很多的工部門是很協助我們 要去更了解這塊藻礁生態系統的一個價值 所以他們給我們的一些經費 我們很努力的在這一年的一個研究 其實過去他們說這個地方很多的新種 那在我的一個調查裡面 因為我的專長是在藻類上面 那我看到在大潭鄰近海域這個地方 有24種可動産物藻 可動産物藻 可動産物就是在建構這個藻礁最主要的生物 那有八成以上是新種 這個已經遠遠的打破之前所有認識的紀錄 那在這樣子這麼珍貴的一個系統跟生態系 那我們有跟著Mission Blue 也就是由美國海洋及大氣署的第一個首席 女性海洋科學家 Stavio Earl 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海洋生物學家 首席科學家 他過去研究藻類 研究長達十幾年的時間 他馬上會發現這個生態系 是非常珍貴的 那如果各位媒體朋友有興趣想要了解 Stavio Earl 他的一個整個成立Mission Blue的一個過程 你可以去看Netflix 裡面有一個影片叫Mission Blue 那他裡面談了很多 他對於人類在海洋的破壞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有沒有辦法保護海洋 基本上我們人類的未來就跟海洋一樣 那我們知道現在的狀況非常非常的不 整個地球的健康非常不理想 那所以他把這個地方馬上藉由他的NGO 成立了一個這個NGO叫Mission Blue 馬上把大潭藻礁 他知道這些市政科學市政之後 他就把這個選為一個希望樂園 他希望由這個地方 來讓我們去珍惜整個海洋的資源 那前陣子這兩天 前環保副署長詹順貴在他臉書分享到 他在整個這個關堂歡聲奧的過程 我們就像陳昭雯老師講的 我們在這個過程所參與的科學家突然覺得 謊很大悟 為什麼我們提出這麼多的科學證據 從來沒有送到政府的部門裡面去做考量 那這些科學證據難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嗎 那這些資料難道都是垃圾嗎 那戴清德他利用這樣子的一個非常獨裁 一個專横經過民主方式 以及程序方式來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並不是民主民進黨自己的一個核心價值 他們要的是民主跟自由 那他們違反了程序正義 違反了環境正義 違反了民主自由的正義 還有多分參與的價值 那我希望說小英總統 他雖然是負責國防跟外交 但是這種內政的問題已經出了這麼大的一個漏洞 那他是不是能夠來端正這些錯誤 那這是我一個比較誠心的公意 謝謝 謝謝劉少仁博士 因為背後就是有這樣的獨裁黑手 所以我們的專家學者的所有的調查研究 包括我們環評委員的專業 也就通通被漠視被見識 所以今天民進黨呢 會讓人家覺得他是不能被信任的 我們認為這些政治誠信呢 都在腐蝕著他們的 但是去年一二四之後呢 顯然這個黨呢 沒有在大南藻礁上面 做一個全面的正式 所以直到今天初選呢 他們都還沒有提到這件事 那在這一刻呢 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呼籲 我們希望小英總統 正式這個問題 不要再拖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我們 十幾年來呢 為我們藻礁奮鬥努力 從來沒有停過他的腳步的 臺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專職律師 蔡雅瑩 蔡律師請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賴清德過去所謂乾淨的煤 還有觀塘換生奧等不當言論 事實上讓許多環環非常的失望 那他過去介入環環 要求環保署密集排省 然後配合讓三街通過環差 更令人憤怒 那我們非常期待小英總統 我們就現在正在跟賴清德 當底民調的小英總統 能夠快迅速的去矯正 賴清德在格奎森那種犯下的錯誤 直接宣布三街停工 然後簽紙 並且我們希望能夠比照 臺灣隆齊案 將大潭藻礁佔定為自然地景 因為我們已經申請非常久了 已經要兩年了 但是連進入審查程序都沒有 那我們非常期待小英總統過去救隆齊 那希望現在趕快來救大潭藻礁 那事實上在6月8號世界海洋日的時候 民進黨初選舉辦政見發表會 那我們也有仔細聽小英總統 政見發表會的主張 那小英總統其實有提到 包含能源轉型、強化國防 還有建構世界對我們臺灣的支持等訴求 那事實上我們認為小英總統 如果能夠好好的保護大潭藻礁 事實上也是在呼應他自己的三大訴求 那就飛河家園的能源轉型來看 政府所規劃為了實現飛河 事實上是要把天然氣的佔比提高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天然氣的接收站 設在大潭是一個很糟的選擇 因為我們都知道大潭的海嘯不佳 冬天的時候經常無法使用 而且它的腹地狹小 本來要蓋9個除槽 現在只能蓋2個除槽 那這樣一個錯誤的地點勉強設障 我們認為是對天然氣的穩定發展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很期待小英總統 為了要落實飛河家園能源轉型 應該要把三街 先到台北港 林口港 甚至河市場等 海向條件比較佳 附地比較大的已開發港區 而不要破壞這個條件不好的一個天然港區 那甚至如果要降低天然氣的成本 因為我們覺得過去對中油已經感到很失望了 就是請三街停止 然後由台電到其他地方開發 然後減少中油 從天然氣的轉手架差 來降低天然氣的成本 那就國防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過去小英總統 對國防有許多的努力 但我們也要提醒 其實維持藻礁生態系的完整 事實上也是在增加加強我們國家的國防 過去曾經有人分析如果公共要辦台的話 桃園是一個很可能的潛在的登陸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桃園的藻礁 就是它會造成大型的船艦 事實上是不容易靠近的 我們如果為了開發三街 把這些大型船艦無法靠近的電藍海防都挖掉 然後蓋一個港口讓船艦更好入侵 其實那事實上是對我們國防不利的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小英總統 能夠保留下這片藻礁來強化我們國家的國防 那第三個話 有關建構世界對我們國家的支持 事實上我們覺得台灣海洋 或是說所謂的環保 事實上是一個普世性的 我們保護台灣的海洋 事實上也是讓全球的海洋更健康 國際知名的保育組織VCBLUE 已經把大潭藻礁選為希望樂點 而且是東亞地區首次上訪的樂點 這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我們非常的期待小英總統 應該要積極的回應國際的一個保育訴求 就讓國際看到我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地球的公民 然後來提升台灣的形象 可以得更多的國際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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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雅寧律師 謝謝雅寧律師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要求有權的小英總統和行政院蘇院長 一個國防外交有實際的人事任命權 一個就是執行者內政的所有的大政蘇院長 應該馬上余令保育機關 那這保育機關我們知道 台灣市政府是一直推脫 中央機關呢其實是有權力直接取代 直接宣布的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立刻啟動文字法 宣布大潭藻礁為佔定自然地景 就像龍騎佔定自然地景一樣 也只有透過這樣錯誤的搞證 也才能讓執政黨的誠信 直寫 這是我的期待 那新聞稿裡面呢 後方有附錄 這個附錄一呢 是三階選址的錯亂 還有開發目的的前後部一 因為呢 比較複雜 大家如果看過的內容有需要的 可以來我這邊除了有 這一些條文式的資料之外 還有實際的一些新聞部分 我也有另外做成一個小看板 那至於環評黑手的部分呢 這個或許我們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這一次的附錄二裡面 就是跟大家再報告一次 那其實最關鍵的就是7月3號 2018年7月3號 專案小組其實歷經一年多的審查 已經是做出了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結論 那之後就是獨裁出現 然後呢 践踏我們的專業和我們的環境正義 好 如果大家有相關的問題 你還想要請教我們的學者專家呢 可以在會後呢 直接做專訪 那各位如果需要畫面 我們是不是把板子拿起來 大家 需要按口號嗎 我想 我們要求 暫定自然地景 大概早叫自然地景 這個有點長 暫定自然地景 我說暫定自然地景 大家就重複兩次 暫定自然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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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誠信治國 亡羊補 四個字一次 誠信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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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補 亡羊補 誠信治國 誠信治國 亡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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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